又有好多人说大反攻已经失败了 持有这种论调的自媒体 我建议你们还是注销了算了 你们就会人云亦云 缺乏深度思考的能力 要客观全面的了解战局 还得看我的小则论俄乌 今天就简单展开一下吧 大反攻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严格按照北约先进战术流程的 泡泡轰完爆爆冲 爆爆冲完宝宝田 遗憾的是实战效果欠佳 主要原因得怪俄军那帮野鹿子打仗不正规 他们埋了五倍于常规的地雷数量 我们的泡泡 爆爆和宝宝都损失惨重 普京利用了我急于收拾旧山河的弱点 可谓卑劣至极 但后来我们也改变了战术 开始不择手段的打击俄军的后方要点 他们一个个火冒三丈化为乌有 所以看上去最近我们在物理边界 没有再继续推进了 但其实俄军的内脏 就是俄肝 俄针那些 都已经被我们震碎了 这样再过一段时间 不用我们主力部队出手 俄军自己就夸了 需要特别介绍的就是履历战功的 无人艇冲撞战术 这是一项由我们乌克兰 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 具有成本低 速度快 隐蔽性强 破坏力大等特点 获得了多位北约专家的一致好评 有需要的国家或者武装 可以私信我 原价250万美元 战时促销价2500人民币 3D图纸 网盘发送 前30位下站的客户 还送一套硬汉小则的挺身皮肤套装 感谢老铁们的支持